中国队的比赛 双方上面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 场上身穿黄色球衣 蓝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巴西队 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 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邀请到了 虚扬虚之道 和我来共同的为大家解说和评论 早上好 比赛呢是在当地时间的9月10号的晚上10点正式的开始 今天这个时间呢 其实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的一方面呢 能够关注一下五星巴西 另外一下关注一下国足 同时呢我们可以适应一下世界杯的比赛 因为两年之后的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大部分的比赛呢都将会是在我们的早晨或者是上午来进行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 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是这样的 中国队的首发门将曾成后防线上 鱼洋 赵鹏 刘建业 唐淼 中场方面呢有吕鹏 赵徐日 刘建 薅俊敏 朱挺 今天风线上顶在最前头应该是赵林 就是巴西队的进攻 奥斯卡 卢卡斯 马赛洛 巴西队今天这场比赛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呢 是爹哥阿尔维斯 后防线上大卫鲁伊斯 德德 马赛洛 丹尼阿尔维斯 中场方面 罗姆洛 拉米雷斯 奥斯卡 卢卡斯 风线上将会排出的是浩克和内马这队组合 巴西队今天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也是非常年轻 比赛呢是在巴西的东北部城市 雷西菲的阿胡达体育场来进行的 那么这个城市呢在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也是主办城市 所以对这座城市来说呢也可以说用这样的一场比赛呢 进行一个世界杯的预演 巴西队在之前是同 南非 南非打了一场比赛 是1比0取胜 但是一场比赛 球迷对这支球队的表现并不是特别满意 对 毕竟是14年的这个东道主 所以现在主教练这个梅尼赛斯的压力是非常大 没错 但是中国队其实情况比巴西队还要更加困难 中国队的困难主要是体现在人员方面 对人员方面 加上这个周车劳顿20多个小时的这种飞行 没错 这个时差完全是跟国内是颠倒的 对 原来现在人员也是极其的不整 中国队呢 在上个周末呢 是在瑞典和瑞典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中国队是0比1 输给了对手 三年之后呢 这个中途连续经过了几次的这个中转 长达22个小时 其实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终于是来到了巴西的雷西飞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相信对于不少的球员来说呢 可能他们的时差没有都没有完全倒过来 再来看一下巴西队的阵影球上不当比赛 开场四分钟 中场球员卢卡斯 马斯埃洛 前点 危险 侯决敏 侯决敏呢 是由于签证的缘故呢 未能随队参加同瑞典队的那场比赛 他说在瑞士呢 跟大部队会合之后呢 一起睡到了巴西 所以呢 这是这段 两场 两场友谊赛当中的 郝军敏 是参加的唯一的一场球 对 他体能应该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飞行距离也是非常远 其实我们知道 中国队目前这个人员不整 而且是一个长途飞行面临很多困难 那现在算了一下 于汉超受伤了 对 一共就去掉于汉超之外 一共就16名球员 而且还有三名门将 先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一次进攻 到了进区内 停好了 转身再传 争投球 中国的运气不错 中国的运气不错 开场五分钟的时间 内马尔投球 发起了巴西队的第一波 有威胁的进攻 这个球顶得很轻松 球是顶在了立柱上 浩克 做球 奥斯卡 这球奥斯卡传的真漂亮 就是连贯动作非常好 顶在立柱上 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说 一方面要关注一下五星巴西 这么多的明星 这么多的腕 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是为中国队捏了一把汗 两支球的实力相差 是非常悬殊的 另外刚才也介绍了 对中国队来说 周车劳顿 再加上现在人员不整 在这种情况下 这场比赛 会不会是一场 悬殊的比分呢 这是这场比赛 大家所担心的 对 其实新年早上 在来的路上 看到所有的报纸 关于这场比赛的判断 都是中国队要输几个球 但是我想 刚才段车谈到 中国队面这些困难 但是我想 我们和所有的球迷 都是一样 希望中国队 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从球员他们的这种表情 也能够看 其实场上的这些球员 不管你盘有多大 不管你球队 有多强 我要跟你拼 谁都不愿意经历一场惨败 对 开场这五六分钟的时间 这段时间 中国队的门前 连续出现了险情 今天巴西队队长的秀标 是带在了中卫 大卫鲁伊斯的手臂上 大卫鲁伊斯摔倒了 巴西是一个足球王国 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 对于足球的这种狂热程度 其实今天 就是老今天 在巴西的这个主场 现场的这个比赛 这有点假摔的嫌疑 现场的这个比赛 这个观众的这个场边的这个声音 我们听着就跟平时 我们看足球比赛不一样 我们平时看比赛 要不然就是加油的声音 呐喊的声音 要不然就鼓掌声音 你看今天这场比赛 场面现在零行的 能够听到一些尖叫的声音 能够听到一些什么哨音 很听很嘈杂 很多的球迷可能来就是看偶像 就是来看表演来了 二位四 直接起脚的攻门啊 这段时间巴西队有点 这个 有点欺负咱们啊 连续的围攻中国队 其实 这个局面 我相信这个中国队这个球员 应该是做好准备 应该是做好准备了 确实是 不能排除一个最强阵容吧 那我感觉现在 看马乔呢 还是以 中国队通西班牙那场比赛的 这个球员 为一个 一个模板 那场球呢 确实中国队发挥的很出色 但是现在那场比赛 应该有多达五名球员 不能出现在这场比赛当时 所以对中国队来说 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不能总是谈困难 还是希望场上这些球员 因为也是代表中国队 没错 参加比赛 今天刘健应该是 他打在一个前腰的位置上 在他身后 赵鞠日跟吕鹏 赵鞠米出现在左路 猪挺在右侧 高林一人挺在最前面 左边是 原来右边后卫刘健耶 现在防守还是克战 靠克的传中 今天赛前呢 梅里赛斯也谈到 说要给 中国队施加一些压力 尤其是进攻 要负有这个侵略性 这段时间 巴西队围着中队 展开了狂风烂炸 边后卫马赛洛 一个转身 摆脱掉了 中国队的防守球员 一个直塞 浩克 这是今年夏天 欧洲转会市场上的标王 标王 五千万欧元 转回到了泽尼特队 他标上那人还没转 内玛尔还没转 归内玛尔要转的话 肯定要超过这个价钱 这就是巴西队的主教练 就是穿着衬衫 打着领带的 这名教练员 其实他现在承受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巴西这个国度 就是 记得贝利曾经说过 好像是 所有的人都是国家队的教练员 所有的人都能够对 国家队 直手画脚 或者是品头论足 每个人心目当中 都有一套 十一人的手法阵容 所以在这个足球王国当中 其实作为这个国字号的球员和教练员 其实他们承受的是巨大的压力 在今天夏天的伦敦奥运会 其实当时 梅连赛斯率领的 包括内玛尔浩克 这类球员 是参加了奥运会 目标直指冠军 本来吵着到决赛之后 觉得应该冠军坦坦的了 结果输给了墨西哥 这也是梅连赛斯 现在承受压力的一部分 这也是大家不满意他的一比赛 因为现在他是东道主 所以说是个世界杯 他直接进入决赛圈 他不参加这个外围赛 所以这样的话 对这支球队 这种比赛的这种性质 磨合阵容 每场比赛都是非常关键 这种情况下 这个巴西国内的舆论 对这个梅连赛斯和这支球队 好像并不买仗 没错 所以对于球迷和媒体来说 不拿冠军就是失败 这个压力就是太大了 所以这场比赛能够看出 这开场十分钟的时间 巴西队围着中国队在打 希望能够尽快的打进第一个进球 当然也希望用一场大胜 能够缓解他们身上的这份弹子和压力 从今天这个巴西队首发阵容来看 浩克 内马尔 奥斯卡 然后这个小卢卡斯 这几名球员基本都是攻击球员 攻击能力非常强的球员 另外两个边后卫 一个巴萨的右边后卫 一个黄马的左边后卫 这应该是他能够排出的最强阵 最强阵 所以对中国队今天这个防守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门将今天是增程 我觉得像王大雷啊 邓小峰今天都要做好这种上场的准备 对啊 你想16个人的话 那么替补席上只有5个人 这里面呢还包括两个门将 对 所以这个对于看马乔来说 他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场比赛 我们在出现这种非战斗性点源 别到时候上不场比赛再商量 那这场球是真的没得踢了 其实 这球员作为球员来说是 长途飞行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飞过这个二十多小时 然后去 接两天以后去打比赛 这时差其实很难调整过来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几天前刚打了一场这个国际比赛 先看一下 这是发现回船出现了失误 这应该是5号罗姆罗出现了一个失误 但是中国队这一次没有抓住机会 戴维鲁丝 有些时候像这个比赛拼到下半场的时候 我想更多的还是要拼这种意志品质 尤其是中国这些球员 戴维鲁丝一头长发 在中备的这个位置上属于这种侵略线比较强 助攻能力非常强的一名球员 在切尔西俱乐部踢球 他的其实进攻能力比较强 有些时候在防守的时候 前几个赛季有些貌似 但是这几个赛季表现的还是不错 我相信这个队长秀标 呃 戴在他左臂上 这种责任感可能会更强一些 今天中卫上跟他搭档的是德德 这个这是巴西队 巴西国家队的两名中卫 巴西队在中场 内腕一拿球现场就是一片尖叫声 奥斯卡 现在在前场进攻组织 可能由这个奥斯卡来完成 奥斯卡 91年出生的一名年轻的球员 也是转回到了切尔西 2500万 2500万鲍 奥斯卡也是参加了 应该是 也是参加了伦敦奥运会 伦敦奥运会 然后这个世烧赛他也参加了 上半场比赛打了将近15 5分钟场上的比分0比0 中国队应该说顶住了巴西队 开局的这一连续的轰炸 现在这段时间的比赛趋于平静 所以对于像这个梅内赛斯啊 这样的巴西队的主教练来说的 他的这种压力在于 就是一场球你可能打不好 你就有那种下克的危险 比如说这场球如果打平的话 没准梅内赛斯就下克了 这段时间巴西队在进攻 显得有一些急躁 可能也是一开始的时候 连续围攻中国队 觉得机会获得的挺容易 所以这段时间打的比较简单 成功率其实并不上 中国队主教练开马跳 巴西队确实这些球员都是非常有天赋 那么他现在的进攻 像更多依靠这种个人 内曼尔啊 还有这个奥斯卡 卢卡斯 浩克 他就是单兵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真正如同到这个一支球队 现在梅内赛斯好像这个工作 做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个巴西国内这个舆论 媒体球迷的声音是非常多 唐苗今天是出院的右后位的位置上 其实在中国队的后防线上 这几个出院不少还都是国字号的这个新人 像来自北京官的余洋 像来自广州富丽的汤淼 这都是这一次才入选国家队的这个集训的名单 这两名球员应该说在联赛当中啊 表现还是很突出 对 这一上来 这台这个这个起点太高了 一上来就是PK五星巴西啊 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的任意球 浩俊平准备来驻发 落点不错 能讲出来了 这个球应该是吹 看不出来啊 好像是吹中国队是不是 越位 有卡斯 浩克 二维斯掏边了 浩克 起交打门威胁 曾诚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健 今天曾诚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关键 要经受这种考验 对 也是他这个表演的机会 对吧 也是他表演的机会 打西班牙那场比赛 当时曾诚是守门嘛 对 那场比赛曾诚也是有很出色的发挥 当然上一场打瑞典队的时候 王大雷表现也不错 当场最佳球员 对 当然如果要是其他位置的球员 能够获得当场最佳球员的车 我不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浩克今天更多的其实是在右边 浩克速度真快 直接掉门啊 这个球其实打得非常有想象力 浩克这个足球生涯 这个几级跳克是不服比较大 最早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在日本 在这连赛 他在日本当时还不是这一连赛 还不是顶级连赛 还不是顶级连赛 在日本当时还不是顶级连赛 还不是顶级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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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后腰 巴西日两名后腰 应该是拉米雷斯跟罗姆洛 赵旭日 赵旭日 这地下强断 这下不错 还是有点着急了 赵旭日 因为他这个大赛打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今天他在中场 我觉得这个发挥也是非常关键 对于广州恒大 在这个9月下旬 要参加亚冠联赛的淘汰赛的比赛 所以这一次 这个政治几名球员 打了这个瑞典队的比赛之后 就提前回国了 另外一些球员也是因伤 也没有入选这次国家队 所以这队国家队 打巴西的这个阵容 其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估计 其实先看一下巴西队的这次进攻 当然我估计 其实这个时候 一些球迷可能会说 我们本来跟人家差异就很大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A阵容跟B阵容 可能相比的话 如果站在对巴西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差异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关键还是 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 看有没有这种充分的自信 跟这种强队过招 到现在为止防守做的不错 20分钟 哇 小卢卡斯 增诚 增诚表演的舞台 浩克 危险 浩克是真是给内玛尔做球了 几次了 都是在边路拿球之后找内玛尔 浩克开场之后一直是在 在右边 在右边 卢卡斯是在左边 奥斯卡是在中间 内玛还是顶得最强的 但是巴西的这些球员 他们各个 四星落 各个身怀绝技 所以他在场上的这种位置 也是变化比较灵活 其实我觉得今天对中国队 这些出场球员来说 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像队前谈到的 起点很高 在客场 在巴西的主场 对阵巴西队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难得的这种经历 其实我 还是真的希望这些球员 能在场上表现出这种 好的这种斗志 或者有些技占 这20分钟打的还可以 打的还可以 至少巴西现在 也没有获得什么太好的机会 除了内玛那个头球之外 浩克 罗姆罗 拉米雷斯 转移到左边 马赛洛 卢卡斯 拉米雷斯 拉米雷斯 哇 速度太快了 插进去了 危险 哎呦 这就进了 上场比赛 进行了22分钟的时候 巴西队在中场 进行了连续的倒角之后 由拉米雷斯 突然的提速 做了一个二回忆的配合之后呢 快速杀到了 军队队的禁区内 一个轻轻的挑射 打破了僵局 这下太快了 这还是一方面啊 拉米雷斯这一下 挑的这一下出脚很快 另一方面就是门将跟后卫 我们这门将后卫两个人 还是没有形成好的一个配合 如果这个球后卫让给增成的话 可能增成出击把握会更大一些 所以你看巴西队 它可怕的地方 其实它慢下来之后 当它开始冷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最危险的 一开始的时候 显得有点急 想上了就把中国队吃掉 所以它的这种成功力 反而倒不高 刚才是在中场 慢吞吞的连续的倒角之后 突然的一个启动 一下子就把中国队的防线撕开了 而且这个拉米雷斯 这20多分钟 基本上没怎么看到 没怎么看到 突然的一个前差 拉米雷斯刚去切尔西的时候 还被认为是水货 去年欧冠决赛打完之后 确实信心也是上了 好像前一段时间 巴西媒体有过一个调查 就是说 现在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当中 你认为谁是最佳球员 得飘离最高的就是拉米雷斯 所以其实拉米雷斯 他这个位置上 本身他踢球的特点就是能跑 他好像当时在国内踢球的时候 他的绰号就是 叫蓝色的肯尼亚人 肯尼亚人 当然是皮肤是黑色的 他就是特能跑 所以他的绰号叫肯尼亚人 再加上去了这种欧洲的锤炼之后 像他在这种中场 他应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后腰之一 对 所以这对于14年的世界杯巴西队 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保障 就是在中场的防守拦截方面 当然从刚才他这点插上 你看他组织的一辆势力都快 拉米雷斯又是拉米雷斯 准备外线过人没有成功 现在在巴西国家队里 就在他的首发里面就有一个切尔西邦 对 大卫路易斯 拉米雷斯 奥斯卡 奥斯卡 其实在后腰这个位置上 巴西队一直也是在寻找 像这个在热斯皮球的这个山德罗 像这个其他一些球员 其实尝试过很多球员 但是现在看来拉米雷斯的这个位置更适合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 他不是属于那种身板很硬朗 然后这个身板很结实 身材很高那种 他属于利用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奔跑 这种场上的防守面积非常大 浩克 速度是真快 奥斯卡 危险了 这一次又是靠着配合打穿了军工队的防线 这个球进的非常的轻松 内马尔2比0 这个距离第一个进球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 巴西队的第二个进球就到来了 内马尔破分得分 今天这一开始 你们觉得这个浩克 5000万先生 今天特别的大进入师 还是就几个人 浩克 奥斯卡 内马尔 这球坐过来之后 这个球就毕竟无疑了 属于内马尔来说 主球轻轻的一敲 就把球打进来 成为2比0 这个巴西队的进球表演开始了 浩克 奥斯卡 和内马 三个人完成了整个的这个进球的过程 这两个失球啊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其实 就能够看到我们跟对手的这种巨大的差 对中国队来说 其实这两次失球叫防守的时候 你是正想侵犯对方 造成犯规 都来不及 巴西队的这个进攻 一次通过中场倒角 二过一的这个配合 快速插帐 另外一个从左路 另外一次是从右路连续的这种配合 看个中队能不能 这脚射门 这脚射门其实还是冒着 冒着一定的风险 比方是风落 嗯 有点 是有点灯榻 等于 这名球员是在 莫斯科斯巴达克效力 这也是奥运会前 刚刚转会 去了这个欧洲 嗯 今天呢 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 是跟拉米雷斯打的 对 很年轻 90年出生 嗯 这脚任一球还是 这个 杀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打到了 可惜就是打到了人墙上 脚球 包进比 比赛已经进行了29分钟 现在场方的比分的87队 2比0领先 中国队两个进球的分别是在22分钟和26分钟打进去的 中国队的脚球 脚球一蹭 后点 哎 没有赶上 中队前场 抢下来 桃秒 哎 扑的太猛了 现在第一时间在中场对这个87队形成那种压力 人现在中场一旦被对方轻易突破的话 我们后卫是很难站得住 内马 内马拿球 传到门前 在一对一的情形下 你要想防住内马 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前卫线其实今天很关键 所以在面对内马和浩克的防守的时候 包括他中前场这几个球员 中国队要想单挑肯定是存在问题的 哎 这一次在中路面对中国诸多的防守球员仍然是强打 这就体现出巴西球员他们这种超强的自信 嗯 周婷好像受伤了 这是赶马桥就不愿意看到了 被踩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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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脚趾被对方踩了 对 这个时候可不能轻易的下场 因为人本来就少 嗯 今天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 雷西飞应该是在巴西的这个东北部 对 嗯 是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他这个 他不是他不是上这个巴西的足球传统这个 圣保罗 圣保罗 里约州 这些 所以他对这个巴西国家队这些球员 像刚才段轩谈到的 哎 有口哨声啊 或掌声 更多都是这个这个掌声 对 圣保罗州像里约州 有些球员是来自另外一个州 可能对他们来说这种像第一场比赛 打这个南非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嘘声口哨 而且这个这个大城市的这个球迷 见多之广 对 他这个这个口比较刁 是吧 你这烧踢不好 我就 我就得虚拟 不像这些这个稍微偏远一点 因为见到这些明星 见到这些大腕的机会很少 对 这其实不是这一次 历史上巴西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我就记得他的世界杯预选 比赛的比赛 当然这次不打世界的预选 他就过去以往世界杯预选 有时候就偏偏要找一些比较偏远的城市 这是巴西的第一个 这22分钟的时候 拉米雷斯突然的插上 两个人把我们这个中场和这个后卫 两道防线全部打穿 所以今天在防守方面 其实今天主要真的要看中国队的防守 主要就是看防守 防守面对高手的时候 我们的防守 有没有层次 彼此之间有没有这种默契 能不能更多的去照应 去补位 这是今天这场比赛 中国队能否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用我们在中超 或者说之前在亚洲的这种防守的这种理念 要是防巴西 你肯定会去 对 它变化太多了 脚腕这个变化太多了 浩克也好 内曼奥斯卡和这个卢卡斯 这几个人确实是太有 是天赋太强了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 中国队就是在协防几个人之间 这种前卫后卫之间的位置 彼此横向啊 纵向这种相互之间的位置 一定要保持好 奥斯卡吧 前场抢下来 但今天啊 这个这个三十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 中国队这个防线啊 还真是没有收回去 真是没有完全收回去 知道死守也没戏 守这个比赛 你想在这个这个课场 打巴西队守得住是太难了 就是关键一点就是 这种球啊 丢球 别丢个那么简单 别丢那么容易 让对方打的就是很 很随意的打进去 另外一点就是在进攻当中 有些时候还是要敢于拿球 敢于控球 我觉得这三十多分钟的比赛中 对相对来说打的还是不错 这样一种情况 这样一种人员的配备 中国队上一次跟巴西交手 应该是在03年 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前的事了 不过大家印象比较深的 其实是02年的世界杯 回想一下 当然那个时候的巴西队 其实有这个3R 也是这个 确实是阵容强大 但是02年的世界杯 对于中国队来说 也是近些年 或者是近十年吧 应该是实力最强大的一届世界杯 一届国家队了 但那个时候 我们跟对方的这种差距有多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 输球 甚至大比分输球 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 情理之中的事 关键看于我们的球员 现场的表现 上场比赛打了将近35分钟 2比0 所以你看巴西队 这个这35分钟 你都会看出他在场上 一开始的时候有点紧 对吧 打他有点急 但是一旦他进球之后 他现在就开始有点 有点玩起来 有点耍开了 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其实 对于巴西这样的对手来说 一旦他耍开了 对中共队来说是最稠的 你看这种球 你真是守不住 守不住 一对一 或者是 别说一对一了 二方一的话 有时候很难防 像浩克刚才 其实第二个球 就是浩克在右路 他在中场 一次强行突破 所以到现在为止 当巴西队的球员 其实选择突破之后 一对一单挑 很显然我们敌不过人家 刚才提到了 就是靠补位 对吧 防守的时候 这种意识和这种整体感 我们体现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 就是一个人拿不下来的时候 第二个人能够补上去 或者有没有在旁边协防 这就很重要了 你老单挑的话 那就估计 这是一个防守理念 其实意大利人 想防住巴西人的话 一个人他也很困难 但是他整体在一起的话 他有一个整体的防守 一个战术 他能支撑一张网 对 这张网就看中国队怎么去支了 但是现有这些人员 我觉得这个35分钟的表现 还不错 还不错 真的是还不错 那边 拉都拉不住 这短短的几天之内 三天之内 先是跟北欧 北欧还到瑞典 先踢了一场 结果那都是五大三粗 分格不一样 队员踢下来之后 都分分反应说 真躺不过人家 真撞不过人家 但今天又是三八足球 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 这一个礼拜 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 但是对他们的成长来说 我觉得今后再遇到这种大赛的话 对他们这种心理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有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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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经受了考验 几天前防一步 这两天又防内脉 德德现在是这支国家队里面 为师不多的 在本土联赛里踢球的 当然爱马尔现在还在巴西的联赛里面踢球 其实 现在看一下巴西的这次进攻 其实我觉得这两次 让巴西连续争到头球 后旁线就有点不应该了 因为这是在战术方面 我们第一次定位球 后点没有人盯 紧接着这个角球 同样让对方抢到了头球 巴西的头球 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强项 两支球队的目标不一样 这一支中国队的目标 还是要锻炼队伍为主 那么近几年没有什么大赛 就是亚洲威选赛 对亚洲威选赛了 还有这个东亚四翔赛 作为巴西队的目标 这支球队是要 两年以后要拿冠军的球队 而且巴西队人才基地 像他们虽然场上的这些球员 是今天的首发 但是下一场比赛 也就没准就获得不了首发 所以人人自危 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这种优异的表现 内猫 转身的时候 没有控制好重心 晒到了 刚才是渔阳 对 所以像渔阳 唐淼 这样二十几 二十出头 二十来岁的这些年轻球员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这个经历真的是太宝贵了 现场不少都是年轻人 就是看明星来了 巴西是不是看场国家队的比赛 就跟咱看个演唱会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巴西这个足球 其实巴西这个足球文化 他这种足球的底蕴 这个是我们可能很难理解 很难想象得到的 这个已经深入 真的是深入他们骨髓了 巨星 都是巨星 对 就像在我们这儿 可能看那些 比如说看什么陈俞信 王菲 什么新台 那些歌星影星一样 在他们 这场上踢球这些才是巨星 这个上个周末 阿根廷打巴拉圭那场比赛 这个现场的 阿根廷球迷不是打出这样的标语吗 说梅西 你给我带来的快乐 比我的老婆得给我带来的还要多 你这种标语 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对 就是在巴西 阿根廷都是这样 对 这已经不是说像 像当时足球在欧洲 可能深入这种球迷的股 但巴西就是他们生活 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真是融入到雪 就融入到雪液当中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谈巴西 在谈巴西这个足球文化的时候 有些时候很难 很难 很难去理解 真正去理解他们 就像中国这个有些时候他们 看中国那个京剧啊 有些时候是一样的 他也是很难很难 去理解 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在06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这个 转播了一次这个这个 这个巴西的这个赛前训练 来看看这次反击 哎呦 突空了 危险了 非常连贯 哇 哇 内门啊 空门没有打进去啊 这次比赛进行到41分钟的时候 但是内门整个的连续的这种过人的动作 能够看出一个超级明星啊 嗯 非常的轻松啊 后卫啊 后卫这个时候 刚才那一次防守啊 不能出现这种低级的失误 让他打身后的时候 应该是中国队的中卫 放铲 然后紧接着是 内玛尔面对的是 余扬连续的几个这个摆脱 中国队的后卫就被抗晕了 其实最后这几下呢 没有办法 被内玛尔突破 但是第一下 我们在解围的时候 那次踢空是不应该的 这种失误 尽量还是要少犯 2比0 内玛尔一个空门没有打进去 其实要是算俩机会了 上不上开场也就三四分钟 内玛尔曾经有一个 将近的空门的一个投球嘛 顶偏了 另外还有巴西队 还有一次设门是打在门框上 对巴西队获得的机会不少 梅内塞斯看着就心情不错 一旦那个桑巴 桑巴足球 这个桑巴舞耍开了 你真的是没法挡住他们 因为巴西队 看中国队这个比赛录像 还是同西班牙那场比赛的录像 就是那场比赛 可能给梅内塞斯 还是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那今天那场比赛 大部分球员都没有来到这个巴西 所以对卡马乔来说 这也是头比较疼 哇 这是小路卡斯 是小路卡斯 奥斯卡拉到了边路 阿尔维斯 奥斯卡 后点 最真是表演时间 马赛洛 现在中拳场 八十队进攻 都是由奥斯卡 他是负责连接 整个给的特写 这是八十队 今天的这几个后卫 这几个后卫 现在明显的 现在都是参与到进攻当中 后方线没什么事可以干 阿尔维斯跟马赛洛 基本上就是两个边风 奥克 奥克的踢球的姿势 好像跟别人不是有点不一样 好像跟这个传统 巴西的也不太一样 奔哥 你看这是 这应该是第一个进球 这是内马尔的进球 当时就是浩克在右边 第二个进球 浩克在右边突破 浩克不是这种传统的 这种巴西式的前锋 但是他这种务实的踢法 现在在国家队里头 深得梅尼赛斯的喜爱 冲击力比较强 速度比较快 而且他特别的大公司 你看到没有 对吧 他拿球之后 如果说队友的位置好的话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选择船 赵虚日 所以梅尼赛斯肯定就认为 在巴西国家队里面 明星有天赋的球员太多了 需要浩克这样的 这种务实的球员 浩克 这个也是被 大家称作一个绿巨人 无敌浩克 上半场比赛 已经进入到了商情补食阶段 刚才是赵虚日一脚远球 因为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 整个防守的压力是比较大 所以在进攻方面 除了几次定位球之外 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 今天告临在场上 也没怎么看到 这个时候裁判吹奖了 上半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 巴西队是2比0 领先中国队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进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然后我们回来 我们会有半场 为你帮助 加上半场的比赛 加上半场的比赛 45分钟 2-0 超级 0比亚中部队 战速落后 187点 2-0 赛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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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克罗塞他的身旁 中文队现在不敢抢 因为你一上抢的话 就很有可能对对方过掉 所以现在是且战且退的这种方式 但是巴西队呢 依然能够靠他的这种配合 能够四开中文队的长线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 横向和这个纵向的 这种防守的位置一定要保持好 他可以突破一名全员的话 那随后我们第二名全员 把这种位置保持好的话 那可能很能 就很容易形成这种二防一 或者假抢协防 邮件的传球 成交到队友的身上 你看这个位置保持就非常好 一个人不行的话 马上两个人行动就反抢 踩到您上 这是中国对方的反规 上个周末呢 和本周的周中呢 是国际作员规定的国家队的比赛时间 所以呢 这是进行两轮的比赛 有一赛 有势体被预选赛 这场比赛呢 是在北京时间的周二的上午 周中 由于进行的比较早 也是可能考虑到这个巴西的这些球员 大多数在欧洲踢球 踢完了之后 他们会比较辛苦 会回到欧洲的这个联赛当中 所以他们的比赛安排的比较早 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一次进攻 漂亮 空了 后边空张出来了 打门 第三个进球带上了 今天是49公斤 49公斤 浩克的助攻 卢卡斯的破门 这个进球 其实跟巴西队的 这个第一个进球啊 有点类似啊 又是在中场进行的连续的倒角之后呢 突然的插上 这条防线 其实对对方打穿了 没有办法 其实这个球啊 整个进攻 如果曼庄座来看 一下这个卢卡斯 这个传球啊 从边路传给浩克 这一下太重要了 他直接传到了 边后卫和这个中后卫 我们这个内部空 空缸这个位置 这一下浩克 在这个位上一拿球的话 直接面对余扬 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根本站不住 他们要再补进来的话 卢卡斯 他们要补进来的话 是要盯那边 卢卡斯的位置就空 所以这个第一下 这个传球在边路 不能让他传这种直线球 传给这个 胡克 浩克 这个球 还是防守啊 其实在这个前几分钟 我们防守做的还是不错 下半场比赛 开场不到四分钟的时间 八级队的破门得分 比分变成了三比零 这是好像是奥斯卡吧 突然的就是转身一脚射门 这脚射门还是打得很有威胁 球是抽钱了 对 这个球也就是它的线路比较低 如果说线路再高一点的话 其实增程的站位是比较靠前的 放了一个冷枪 现在这个比分 三比零用比分 我觉得也很正常 这是两支球队一个 实力的一个正常一个体现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 尤其是上半场比赛 前段段 巴西队整个的这种进攻的风格 更像是一支欧洲球队的话 这段时间其实就回到他这种传统的 双巴足球的这种运维了 上半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他特别想早点得分 所以这种长篡球特别的多 但是这段时间 实际上我们看到 巴西队更多的是在后场到中场 这种缓慢的这种倒角 连续的这种配合 在寻找杀机 哇 又能跑 进球太容易了 进球太容易了 52分钟 后课可能得分了 5比0 现在的差距是不太明显 现在是内马尔的比较大门 这个球打得就很漂亮 而且我们看浩克这个球 处理的很简单 很冷静 所以你看巴西队踢球 他们的这种色门 看上去非常的轻松 他们把足球场当成了这个篮球场 很怕打足球比赛的项目 当成了篮球比赛的这种投篮 好像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项目当中 这个这个球怎么就这么听话 这么简单 说我们就变得 4比0 4比0 而且他们这个脚腕上的这种变化太多 脚腕的变化太多 你看内马刚才一个离脚背的这个弧线球 浩克这也是小腿摆动 就很轻松 其实梅迪赛斯接手球队之后 当然邓家在的时候呢 可能更强调球场那种纪律啊 这种防守啊 但是呢梅迪赛斯接手之后 因为巴西这个足球王国这个国度呢 这个老百姓的球迷啊 不仅要赢了 你还要赢得漂亮 带有这个桑巴足球这个这个这个味道 这个防守可不行 现在必须要把这个注意力要集中起来 这种对 漂亮 第五个球诞生了 内马尔雷开尔杜 这 就是四分钟之内吧 四分钟之内 这几个进球 来得太快了 对来得太快了 这个我们这些球员好像 对方打进下半场打进第一个球之后 好像就有点有点 有点这个注意力啊 各方面好像就不是很集中了 这个时候可能体能也确实是下降 这个比赛彻底变成了巴西队的进球 因为下半场比赛这三个进球 49分钟 52分钟 53分钟 他是在四分钟之内进了三个 下半场比赛打了不到十分钟 中终已经是0比5落后了 就是像这样的比赛 一方面要跟这个 我想国家队这个 是不是学生想说这样的比赛以后还是别安排了 是吧 你可以安排 我们当然要找一些抢手学习 但是像是这个差距如果太大的话 好像是吧 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安排 但是你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准备工作 你要做到位 他这个技能用阿尔维斯 伤不住 巴西可不管你 巴西 他们其实就像是在家门口在街头踢着的 一旦耍开了 他后面都踢你10比0 他也不会下手软的 这个比赛 那对手是巴西队 而且现在他面临这种情况 我们肯定是要全力以赴去拼这个比赛 但是你现在这个国家队跟俱乐部层面 你首先这个人员的关系就没有履顺 打完之后 有些球员打完越来之后 像郑志孙祥这两个主力就要回到这个国内 参加这种联赛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只有16个球员 16-70球员去到巴西的话 你就对着巴西队 那怎么打 那你可以说 郑志孙祥可以回 但是国内其他球员 你准备的时候 你可以 办很多的 把这个其他人的这种签证 护照都已经做好 如果说这个不行的话 其他人员马上能顶上来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只有这几名球员能来的话 那有些球员伤病 提前伤病来不了的话 那你这个 本身我们的实力水平不如对方 那你又再加上人员不整的话 那这个比赛打起来可能 对这些场上 对这些场上的球员来说 他们也很吃力 对吧 对球迷来说 我们看着球 球迷看着球 也可能也 也不 也不舒服 所以说这种比赛的话 不是说不可以跟巴西队打 甚至上欧洲去打 可以打 但是你一定要准备工作 各个方面都要协调好 完善好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锻炼球队这种目的 内马尔 内马尔 最后这脚射门 在中国队后备的干扰下 这个球打偏了 内马尔是向裁判解释 对方是有推人 内马尔真是爽开了 今天 这是浩俊宾被替换下场 张远 这也是来自于复利的 对 张远也是年轻球员 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现在关键就是 比赛我们不是不能输 是吧 4比0 5比0 6比0 我们可以输 但是起码我们要输个明白 这些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去打这种比赛输的话 那可能队员心里边 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 我们是有差距 但是就这样一种方式 去打这个比赛 那可能是球迷也好 或者球员教练 可能是很难接受 这个巴西队 是世界围观众 我成为是五星巴西 世界上最强的球队 中国队的世界排名 巴士队之后 巴士队之后 巴士队开外 跟对手有这种巨大的差距 所以 就是好多事吧 这个进步入琢磨 这个 虽然说这个 对这场比赛 刚才徐志导说的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你不能说 你跟人家差三个档次 结果你派出的是 不是最强的 人家派出的是最强的 这个比赛 你失去这种锻炼锻炼锻炼价值了 高林 今天在比赛当中的 这60分钟 基本上就没有看到 没法看到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防守 如果拍出我们最强阵营 去跟对方打 那即使是输了 那可能我 这种比赛的话 那边 又有了 哇 6 6比0了 60分钟 6比0 内马尔茂德西法 6比0 这个比赛 终于就确实被打罢了 后卫 出现了失误 被对方抢断之后 一个反击 60奥斯卡的 鞠躬 这是我们后卫 在后场自己代决出的失误 这支巴西队从目前来看 队内还是比较团结 这些年轻人 他们确实也需要一场胜利 但是作为 从中国队来说 我觉得 这个比赛 其实我们想到大比分了 但是这种情况 确实让我们感觉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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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边不舒服吧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 双方这种实力的这种差距 其实我们都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当这样的这种场面 活生生的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其实大家还是觉得比较残酷 很难能够接受 但是你不接受 也 也 也 必须接受 而且其实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 就是说 你这种差距 我觉得也不完 就是不完全是 这是中国足球和巴西足球的 一个真实的差距 对吧 其实 我们当然这个时候没有派上最强的 我们可能会给找 自己找一些这种 这种借口 或者说可能找一些理由 但是即便是派上最强的 我相信也不会好点去 也不会好点去 这倒是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 就是把这场比赛 可以准备的更好一些 做的这个准备工作 最后都充分一些 但是你派出的这种最强 打人家发起 反正这事是说 这事有点说不通 是吧 这事是说不通的 其实 哪怕就不能派出最强 但起码我能派出一个完整的阵容 完整的一个 一支球队 你不可能16个人去打这个比赛 还有两个门将 下面只有三个替补 这个对 对这个 打五星发西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 就是 达梅斯 达梅斯下 所以开始 开始要这个 让一些主力休息休短一下 切尔西都在场上 这个可能 家不可能也不高兴 看下来 这个 也是中央球 阿洛 你看这个球 分不出去 对 这是那个丢球 赵鹏 分不出去 被对方断下来之后 反应是迅速发动反击 在后防线上 你不能 不允许我们球员有任何一点点的错误 一点点错误 对方就能抓住 因为对方这个个人能力太强了 我没有 很难 别说这个 这个这个 你在出现错误 就不出现错误的情况 还都很难防得住 那边开始表演 其实几乎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参与到防守当中 但是 表现上手足巴西仍然是非常困难 过了 这才打了60分钟 这比分已经变成6比0了 所以现在这个比赛 卡马乔也没有 也没有办法 手里边没有球员 卡马乔之前还是被队员们打气 说这个 虽然我们只有17个队员 余寒超还伤了 但是这场比赛 我相信我们不可能是一场惨败 估计这话也是 这个 这个 主要是希望给队员们更多的信息 但是 这双方一真刀真枪的一接触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这种差距是巨大了 对 这个足球是拿脚踢的 不用给说的 跟我们这些球员 20多小时飞机赶过去 再没有 人员又不整 哪怕凑几个20个人的 这个一个 一支球队的话 我觉得都不会出现这种 这种 这种局面 夏普他们以前开始做球太快了 太快 对方五分钟之内进了三 所以 我觉得 没必要 我这也是 刚才队员们谈到 这也是中国队跟这个巴西队 一个真实的一个 一个实力差距 所以也没必要去埋怨场 这些球员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看一下 巴西队 漂亮 又有了 这下中盔 多亏中盔的 已经三小球员 用身体打了一下 打过了那把的身体 康马乔 坐在踢补席上 无所尊专 康马乔说了 如果真没人的话 实在不行的话 他就上场了 我觉得正好 这个左后卫 我们现在 这也缺人 他踢球的时候 包括他足教的时候 跟巴西队交锋 什么时候 有过这种 这种经历 康马乔就恨不得 这比赛赶紧完吧 是吧 最好这比赛 就踢60分钟 就结束得了 我们这个体能 现在也是 也是跟不上 踢战术 本身就差一个档次 体能在 不拿体能去弥补的话 那可能打起来更困难 这比赛 比赛进行了将近68分钟 双方各是更换了一名球员 场上的比分6比0 阿西的转体重来 对身后越位了 浩克在场上 你看他 这个球还真是好球 他踢球没有那么花勺 但是确实很实用 脚下的动作脚法都很扎实 内玛尔师在前面 左右飘忽 浩克是脚踏实地 戴威律师在防高林 犯规 这应该也是第一次 入选对大队 阵头球 找球 好的 好球啊 前点头球 这个 这就是 吕鹏的头球 这个头球顶着 应该说 这个非常有威胁 手边 跌格尔格尔维斯 做出了精彩的步骤 漂亮 漂亮 担任到了左边 一对一 危险呀 哎呀 乌龙吧 70分钟啊 在这个巴西队 这个 巨大压力下 中国队的后卫 自摆乌龙 最近眼前球提建了自家大队 第七个进球诞生了 这球巴西队是从 右后场的位置 通过这种配合传递达到左侧 然后再从左侧达到禁区 其实本来是我们一次角球得分的一个好机会 嗯 这是两个巴西伦娜球员 护华阿德里亚诺出场 加拉阿尔维斯 啊 内玛尔要下场 内玛尔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上演了 好 帽子细法 7比0 巴西队能先充满 多纳斯也出场了 对比赛当中的问题 对比赛好 对比赛 对比赛 本期是现在还有 还有20分钟呢 但是这个阶段 可能是 我们这个体能 最累的一个时期了 而且这个巴西队连续把主力换下去 其实对中国队来说 这又是个坏消息 对吧 你说内马尔啊 什么这些球员在场上 这个耍的差不多了 可能也就 也就没有那么强的 这种进攻的欲望了 可能啊 但是换上场的这几个 有很多都是在 在巴西联赛里 听说人正憋着呢 现在中国队场上 还是有一个变化 有一个变化 现在好像是五个 五个后卫了 现在好像是五个后卫 刘健好像拉回去了 刘健拉回到后场了 这样的话刘健 于阳和这个赵鹏三个 三个后卫 在中间 对 还是有变化 战场有变化 因为不能再这么大 四个后卫 我们可能 确实防起来比较困难 真的就变成了半场金黄眼亮 巴西这什么人 就做了今天这一件事 这才真是一个 张远吧 张远呢 张远是吧 也挺不容易的 整场都没什么事 突然排这么一下 也受不了 迪卡尔维斯 现在是在巴西亚效力 以前也是在西甲的 一直小俱乐部 但是他一直表现不错 尤其是门内的反应 现在赛萨尔年龄 偏大之后 看看尔维斯 在巴西国亚队的表现 因为最近这段 这近几年的 巴西国亚队 这个门将好像是 不像以往那么薄弱 这是给点球了吗 还看下手也够狠的 手也不软 下手点太狠了 这确实是一个指导犯规 这一下 点球 点球就点球吧 因为刚才这个球 其实宜阳 其实是站住了位置 对 站住了位置 这个点球盼呢 我觉得有点还是有点 可能 害怕还嫌不过瘾 嗯 几分 已经 速度变成了8 这个 75分钟 他剩下15分钟 奥斯卡 点球命中 这个 宗承 今天是场上最郁闷的 八次 已经是从球网里面捡球了 这个 他郁闷 场上队员都郁闷 而且场下坐 看马桥也郁闷 包括所有看球的 这个球迷 在电视机前 球迷 一样都郁闷 那这个比赛 我觉得 我们准备好去打 这场比赛 戴维 路易斯 预备 翻下场 他现在 也是连续的 调兵前将 喂 喂 比赛前想到了可能会有大比分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分会变得这么大 毕竟是代表中国队去打这种比赛 还有一个中国现在足球在 虽然地位不是我们有什么足球地位 但是最起码当现在选择足球上 你这个8比0的比分 到目前为止8比0的比分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这样的比赛如果真的是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没有权 那还默不如不去打这样的比赛 这个球没有约位 我们的印象当中中国队博士号的球队 就中国男子足球队还没有这么大比分输的球 这二三十年来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 没有这么大 对 丰仁亮 还有这个 杨旭 两个人要出场 最后两个人 最后两个人 对吧 就是守门员之外的最后两个人 我们跟对方有差距 但我觉得8比0这个比分 我觉得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悬殊的这种差距 反正这种情况是怎么样 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这实话实说 这个人家还有两门框 而且还无数个机会 是啊 你这是怎么造成这种局面 那这个已经失去了 这个去打比赛 或者去锻炼队友这种价值和意义了 对方请到我们的话 也是希望能在中国人身上 达到这个目的 但今天目的达到 自信心 巴西队是提升上来了 前方也都有进球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 我觉得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 可能这种精神上 或者心理上来说 真是 太难受了 巴西队现在也踢得无精打采了 是啊 因为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 你把对方那个实力 你的能力 不能让对方 把真正的水平发挥出来 不能逼对方拿出真正的实力 那不像打西边 或者打其他一些球队 打瑞典也好 人家也不好意思 对 现在也都 也不好意思在进攻 所以你这个比赛最后 你是对队员 对这些场上 这些球员来说 可能 那是一种 是一种 精神上 是一种打击 那对中国足球来说 也是一种打击 那十年之前 我们可能 在世界杯 我们输四比零 对吧 那你现在这个十年之后 我们现在这怎么 破级录了 破级录了 八比零了 当时在 03年是打的场 0比零 当时是在广州 打的场 0比零 我还去看一场比赛 那现在这个 那我们这比赛 对中国足球 这种形象来说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小的 一个打击 前几天 这个中国青人队 全国西哥青人队 打了一场比赛 1比5 说完之后 我看这个媒体报道 说中国足球 官员用三无 来形容那场比赛 无战术 无整体 还有什么 无技术 还是什么 这场球打完了 那这场球有什么呢 就不是 就不是三个五了 那就 什么都没有啊 那我们不应该 表现出这样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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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情况 或者一种比赛 这种态度 哎呦 人家真是不好意思 把这个主力 谁进球 就把这个换下去 真有点惨不忍睹 这场比赛 队员在场上 他也拼 但是 达苗 这个球员 也快登陆欧洲了 这其实也是 每个赛事 非常喜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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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确实看到 跟巴西队差距太大 即使可能是来的阻力 我们肯定差距也不小 哎呦 这下又差进去了 咦 马上那个想要对了 大概是想了之后 估计看过这场比赛之后 因为这场比赛 我相信不仅巴西的电视会有转播 可能会有很多的 包括欧洲的电视台可能也会转 毕竟是涉及到巴西队的这种比赛 看过这我估计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想 不是听说中超现在这么火 吸引了这么多打牌的球员 国字号的球队怎么能够踢成这个样子 肯定是不理解 真是扛不住 真是扛不住 浩克在中央队面前就是罗纳尔多 是罗纳尔多还罗纳尔多 他这身体太强壮了 没觉得这么细 原来感到踢球在波尔图 在欧洲俱乐部踢球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如如无人之境 身价一涨了之后 身价一涨之后信心也上来了 差距确实太大了 现在我们也必须要直面这种差距 我们看到 别说现在今天我们国家队输这场比赛 几天前青年队输给墨西哥 也是惨败 所以说必须要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中国足球一个现状 从这个 不是说 现在我们不是说输在 可以骂 但是有什么用 对 没有用 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中国队现在 现在我们输8比0 不是说这个年龄在输8比0 我们是从小 就输在起跑线上 他输在足球这些 还有多少孩子在踢球 要不然就以后别转球 或者说咱以后就别踢了 这以后可能差 这还不是最大的差距 没准这么下距的话 还有更大的差距 这和这个在奥运会上 中国健儿 是吧 争金多银 这个这种形象 这个真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但这也是事实 这也是中国体育的 一个事实 你说这帮小伙子 要说可怜 他不 先说拼不拼 这T比赛就肯定得拼 先不说拼不拼 坐了二十多小时的飞机 套8比 让人一顿爆菜 回过头 回过头 媒体一顿臭骂 大家也抬不起头 骂这些球员 没有任何的意义 包括这些年轻的球员 都是一样 我们这个国家青年队 这些球员 输个一比五 这个骂没有 骂他们不解决 他们在场上很努力 他们也想拼 他们也想赢 但这种差距 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 你就能改变 但是你要说中国队跟87队有8比0这种差距 那我不能承认 对吧 我相信很多球迷也不能 也不能认 如果我们真是 或者是把这种比赛组织好 对吧 把这个各方面人员都搭配好的话 去真去跟对方打这种比赛的话 我相信可能输8比0 我相信输8比赛 他妈笑肯定在抱怨 你就给我这点人是吧 这我把死团 这所有的人我都换上去了 就这么仨人 怎么办 这就是 我们就是直面有差距 看看军队 还怕也是不解分析 原来还给了个点球 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其实打这档比赛 最近压力非常大 他是非常渴望他 所以人家就 终于等到中国队了 本来憋着劲 就要拿你这档比赛 大开杀戒 然后缓解他身上的压力了 再加上中国队又这么困难 这么多的阻力打不了 然后 各种各样的原因 就来自续达尔又个小时 确实也是 对于中国队来说 今天这比赛打得也很辛苦 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中国队的进攻 推身后 看看这一次 到了进区内 能把西角打开 哎呦 拔美而出 哎呦 有一点像 对 是中国队全场比较 最好的一次机会 这球打得还真是不错 相比赛 那个投球是张远 张远 小伙子还是很有特点 好 这个时候 财神吃下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 比分顶格为8比0 8比队战胜了中国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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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